南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基內亞政府表示 該國沒有敵人 但俄羅斯入侵黑蘭事件表明 應該為未來做好準備以後採取行動 包括與美國簽署一項防務合作協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 在莫爾茲比港與巴布亞新基內亞國防部長 簽署這項防務合作協議 巴布亞新基內亞總理馬拉佩 見證這項備受足陸的軍事合作協議的簽署 巴布亞新基內亞政府一項聲明說 與美國這項軍事協議包括強化國家的國防基礎設施 以及能力這項設施和能力 建設被擱置了幾十年之久 預計這項協議將會讓美軍使用巴布亞新基內亞的機場和港口 有助於美軍向該地區輪派軍事支援